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Action 哇 今天究竟有哪一个人值得我们封去做少女呢? 真的好搞笑 因为这个星期很多回考生面临了世纪之疫 是什么呢? 香港曾经有一个很强的疫症叫做SARS 今次他们要面对的这个疫症叫做LARS LARS回考生 就是说全香港所有曾经会考过的人 都很快成为一个产 什么产呢? 就是文化遗产 我们没有人可以有机会再考这个会考 所以应该我们所有人都列入去 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做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的 好了 那究竟我们为什么要封哪些人做少女呢? 那当然是那些考试局的那些法治臣 不是 法明人 不是不是不是 那些法言人 那就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搞到现在呢 所有那些会考生都是很旁闻的 那他们旁闻又怎么样呢? 周围去排队 不用排队 都没什么意思的了 那在这里 我知道呢 大家都很惆怀 我在这里就作了一首歌 就去鼓励那些俗男的 不是那些俗男 是那些所有的从俗男 因为你从俗都不知道有没有质疑 对不对? 但是怎样都好 有得俗你就俗 没有得俗 千万不要做俗男 好 来了 5 6 7 8 你又叫做从俗男 更惨过 我做了这么多 加油